虽然目前为止,牙膏大厂英特尔的第一代独现仍是没有货源 但关于系列产品的曝光,可谓是一点不少 而就在近期,次时代A770的性能测试再次得到泄露 至于此次测试的性能表现究竟如何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对于玩家们来说,英特尔第一代独立显卡的性能其实并不重要 只要其他性能管购价格合理 就能适当冲击一下红绿当道矿卡横行的显卡市场 而这也是玩家们所喜闻乐见的 在A770的核心规格信息曝光之后 随之而来的便是各项测试结果 而在之前OpenCL基准测试中 A770就曾斩获过88,235的分数 与85,689分的RTX2070和85,117分的RTX2060 Super持平 展现了其一定的性能实力 而最近根据PuregeBench的消息前世 A770再次完成了多项基准测试 具体来看本次进行了测试为衡量显卡解码能力的图形渲染测试 PuregeBench Devinch Resolve 使用的驱动版本为30.0.101 CPU为Intel自家的i5-9600K 搭载了16GB 2667MHz的内存 运行系统为Win11 其中A770 4K下编码得分为17分 融合得分为88分 整体得分则达到了500分 所以可见有着DeepLink技术加持的A770 在视频方面的解码能力还是十分不错的 不过相较于边解码方面的良好发挥 A770的GPU得分就比较一般了 仅有45分 而是只达到了RTX 3060一半的水平 究其原因应该是驱动程序和显卡本身的适配仍有问题 并没有发挥出GPU的硬实力 同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ALC月线独立显卡系列推迟了发射时间 目前其最有望发射的时间为近年Q2季度末到Q3季度出 总结一下 由于驱动程序适配的老问题 再加上目前还是早期测试版本 所以A770的性能释放并不到位 但显卡本身的硬实力以及附带的多项全新技术 仍然让A770得以有一个不错的测试成绩 还是那句话 英特尔的ALC月线独立显卡毕竟还是第一代 只要性能够用价格合理 对玩家们而言就够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个强 我是个强